大家好,我是波罗业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参加深导链DBC主网的投票 我们首先的访问深导链DBC的主网 地址栏里输入3w.dbc.wa.llet.l 投票之前我们首先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存运账户 选择网页上的这个账户 其实甚至是网页创建的 但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 我们还是尽量用插线去创建账户 选择这个提示中的那个多卡 这个蓝色的这个字母 点击之后呢 我们会拿到蓝色的插线里面 选择添加 这个蓝色蓝色 确认 那我们再次确认 这样的我们右边整个攻击栏里面 就出现了散包的这个插线 我们选择理解继续 选择这个加号添加新的账户 添加账户时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12位的中介词 它是我们公司存包的能力的比较 我建议大家用笔 把它招在自己的本子上 这样比较安全 不要尽量不要通过微信 等网络的环境进行传出 避免被盗取 我们选择下一步 然后为钱包命名 选择并选择 设设设设设设设计 我们设设设设设计 钱包呢我这边就多啰嗦几句 大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 按照旗舰呢 你可以导出一份账号的密钥 这个方法无论 它会为我们保存一份文件 下次呢如果我们更换浏览器 或者想重新打入钱包的时候呢 直接选择这个加号 选择从对一份的文件 进去到最高达的保存的运用文件 把它拖在了这里 复制一个钱包运码 这个密码呢 你去设设设计也都是单独的 它不会和我们的钱包进行搞定 每次呢如果钱包可能插在里山头呢 它也就失效了 拿回复 好了回复完成 这个时候呢 你关闭去签签对面 然后回到手法 发心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收到这个插件的授权 选择允许 我们就会看到刚刚呢 我们新创建的钱包账号 还有我导致的钱包账号 都出现在了 在主网的账号列表下 今天主网投票呢 我们首先要拥有这个DBC 那我们与这颗新的钱包进行演示 我们先需要把这个钱包打入一定数量的DBC 选择钱包 然后选择选择地址 那通过这个 我导致的账号 给它抓一定数量的DBC 输入地址 然后呢 总量呢 我们选择室单 选择交易 下面 每次交易呢 都需要跟我们刚才的设计这个密码 所以大家一定要聚好 我选择15分钟之内 诺择选择公司 诺择公司 明明 我们先等待地板工 等待这个交易 在那个情况下 进行另一个局位 好了 完成了 看到这18MDBC 连账号的这个钱包 下面呢 我们先来进行投票 投票选择网络质押 为他一生奉献 选择账户操作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新的投票人 选择 用作这个平处账户 选择我们刚刚的这个新的情报 选择选择户和控制择户都是同一个就可以了 保定金额呢 需要在那个主宝的链上 质压至少14天 也就是说在投票期间呢 至少这个14天里的资金是不能提取的 选择选择户 选择选择户 选择户 选择户 选择 然后进行训练 我们选择这些节点呢 今天我就多说几句吧 回到网络质压这个选项下 我们可以看到 有蓝色和绿色标记的指数 正在出块的21个超级节点 在DPC的主管选择超级节点的选择每天会进行一次 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投票 选择时间呢 大概是每天上午10点 20前后 选择结束之后呢 选择了21个超级节点 在当天下午 选择一个面证 或者图画价格 选择于很久的一篇 那怎么选择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目标 另一个选项 最有利可图的 最有利可图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留意到 金金这么一个坛数 就是超级节点 在设置的时候 它会设置零用机比例 如果设置成0% 就代表超级节点 不收取金金 在进行奖出货奖励更费的时候呢 是完全按照 超级节点 验证人的质押了这个总量 以及我们投票人的总量 按比例几乎更费 也就是说如果 超级节点的验证人 自己质押了 98mdbc 然后呢 我们投票人给他投票 98mdbc 那么出货的奖励呢 就是1比1几乎更费了 如果说呢 超级节点设置了 攻击比例大一百分之低 比如说 设置超级百分之百 那么我们给他投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我们给他投票之后 也会都给我们任何出货奖励 比如说出货奖励100分之百 做了佣金 也当了一两人 投票人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呢 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呢 要权衡佣金的比例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那是说 要注意到这个权衣投票 那么可以进行的上显 但是 每天呢 投票之后呢 属性的一门选举 大概每天下午10点 质押了 前21米的本领域移动机面 会当选成为当心的验证人 借助当天 24小时的计划奖励 所以呢 我们要先和这个佣金比例 以及权衣总量 要进行投票 如果说呢 你只看佣金比例 可能呢 质押走的比较少的 可能介入不了其他黑暗的阶段 那我们的佣金呢 可能就是0 给它投票了 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同时呢 如果你给 质押走量比较高的 这个阶段投票 加上了它的佣金比例是100% 你能一直没有任何收益的 所以大家要去银和去选 以不熬夜这个阶段 作为一个指定 我们选择不熬夜的名称 然后 接近它的存在地址 回到刚才网络质押 账户操作这个界面 选择提名 选择投票 然后出入它的全高地址 自己在网络的提供 2号就出来了 然后呢 选择投票 选择提名 现在呢 我再多说几句 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多顿炸 多顿 节点用投票的 如果你呢 不知道买的节点 能够最终当选 你会不会多个 一个节点 以保证你的100%会的收益 再次变成呢 就是取消 变成了签名 签名并推交 刚才我们已经勾下了15分钟按钮 进去 不用我们再重复输入密码 买进到买进场中 好的 看到我们的投票已经生效了 就等到调限的选举 结果就可以了 如果在这个部分当中呢 你发现 如果这个投票的 呃 形式的对话 想更换 投票人 或者增加你的 绑定义 dbc的这个金额 可以选择右侧 最三个点 你的绑定书的资金 你可以把你全包里面 更多的dbc 进入质押 也可以 如果你呢 已经招联用前 你可以想 取出10个dbc 你可以进入解散 但是要等大14天的时间 再次选择设置飞起名 你可以取消 刚刚的这个选票 交给其他人 然后再进行 签名列证 进行了 如果呢 你想进行投票了 你可以选择终植 建名 这样我们的那个 嗯 投票就取消了 回到取消之后呢 我们质量的这个dbc 还是在列上的 你还是取出来 所以呢 你还是要选择 一把 解除宝贴资金 使用出去 等大14天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了 好啦 今天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